土耳其遭遇百年强症 死伤人数持续攀升 陶渊市长张山正对此有感而发 表示在天然环境上 陶渊地震风险相对较低 但是去年也发生过 巴德区国民运动中心 羽球场天花板地震后塌陷的事件 他再次提醒市府各单位 要持续把关公共工程品质 土耳其发生大地震 伤亡人数持续攀升 台湾特搜队已经到当地协助 展现国际救援精神 陶渊市长张山正在市政会议表示 土耳其强症发生在2月6号 对他来说2月6号也是刻骨铭心的日子 2月6号这个日期对我个人来讲 也是一个相当刻骨铭心的日期 2016年的0206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台南围观道楼倒塌 当时我是行政院的院长 然后跟当时的赖清德市长 我们不分蓝绿 搭配五间能够顺利的很快的 把台南市的这个0206地震灾灾 能够疏解掉 张山正有感而发表示 陶渊市在天然环境上 地震风险相对较低 但是公共工程的品质安全 绝对不容轻忽 我们在天然环境上面 桃园的这个地震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们在所有公共建设上面不能轻忽 我们也看到说即便是地震风险比较低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八个运动中心曾经出过这天花板 和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所有公共工程上面不能掉以轻忽 张胜正也在会后表示捐出一个月的薪水 表达对土耳其震灾的慰问之意 并指示副市长王明聚和卫生局协调盘点医疗资源 对土耳其灾区拟定完整的医疗支援计划